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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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其中一個節目 可以這樣說 首先說一說 我們作家協會的宗旨 我們作家協會全名是 多倫多華人作家協會 我們的宗旨是說 在歷史民族的遷移 因為風土 民情回移 所以啟發了民間交流 使得文學殺犯了異彩 多倫的華裔作家恩怡彩 創立了這個會 這個會是營聚好友 群策群力 交流我們的文彩 我們的雅澤 外來會友 還有我們也出版很多的刊文 互相寬波和激勵 精文賽斯 舉辦講座 回憶後進 使得我們能夠 將我們的文彩 能夠流放異國 使得中華文化 還有慶典 這十五年來 我們也舉辦了 一連串很多活動 例如我們有個會員的作品展覽 例如我們有對外文學的講座 我們有對新書的介紹 會員也出了很多書 不平的文學講座 我們也有多話文集的面世 一間大家是免費在那裏撒取的 另外也有一個街頭的書展 我們演出過《雷雨》 我們定期每年一、兩次都會去郊遊 有新書講座和介紹 最近我們也有《風情》 兩年前出了一本《風情》 大家可以去那裏欣賞 這樣令到我們的會員生息不少 2008年四川地震 我們也舉辦了一個精文賽斯的比賽 這是我們的小冊子 接著十五周年我們也出了一個小冊子 最近一個中秋晚會 我們也出了一個小冊子 我們也希望把我們的東西留下來 讓大家在這裏欣賞 今天很榮幸請到許知遠教授 為我們講怎樣寫好一篇文章 如果要我形容許教授 不過我要請蘇小卿 我們的理事 他才是最有份量介紹許教授的 麻煩蘇小卿博士 非常榮幸請到許知遠教授 來跟我們講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很有意義 也很有用 這個題目大家都知道 就叫做《怎樣寫出好文章》 我相信許教授是其中一個 是最有資格的 是講這個題目的 提起許教授 我想大家都不用怎樣介紹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 他大名鼎鼎 但是每一個演講 我想都要介紹一下那個講者 這些理所當然 我都不能夠免作 所以如果想介紹一下許教授 我即使是最簡單的介紹 而是許教授的資歷、學歷 他的著作、他的專長 我想還要花半小時 我就不想花那麼久 那麼我在許教授 十多年前的一本書 其中是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現在讀給大家聽 如果有錯就不關我的事 許教授是台大的法學士 多倫多大學的文學碩士 美國世界衛術文化學院的榮譽博士 他曾經任台灣的立法委員 橋委員顧問等等等等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台灣大成報的主筆 這些是他的資歷和學歷 如果他的著作呢 可以說著作等身 我剛才聽到他的教授說 就告訴我 他會有一個文集、全集的出版 大約有千萬字 大家想想一下千萬字 很厲害的 那麼他的著作包括什麼呢 他包括有很多小說、文集 好像小說 其中包括唐人街岸史、唐人街之變 還有很多其他的著作 還有不僅是文字的 他有書畫策 他又有詩詞集 從這些著作之中 大家可以想到許教授是多才多美 因此許教授是名滿海內外的一個大作家 不是說道德虛名的 那請大家 是異烈鼓掌 去歡迎許教授 主導 在作家協會來講 是第一次 過去這麼多年來 是對這件事 我本身已經經歷過有五十年 沒有間斷 起碼五十年 所以早幾年 我曾經和一個作家 一個長輩 就是昔島日本的中學版 胡卓坤先生 我說 我經過五十年 這個寫作的經驗 我是不是應該寫一本 如何寫作 寫出好文章的 他磋惡一下 停一停 哇 你真是搗蛋 在中國 有史以來 全衣不馬極 未曾有這個題 難道很多人 沒有寫的時候 是不是 即是等於 你對這件事 比他超越呢 所謂打很膽 可能就是他 因為我和我 所有的媽媽都 對我一種看法 我說 今天不一定輸得古人 如果今天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 現在在這個 文明的時代 古人讀不到的書 我們累積了五千多年 如果我們人類 如果你是沒有掌進的話 這樣 今天這麼明明 就沒有進步了 所以今天 聖古人 這個是應該合理的推測 我不是說說我 是一般來說 從邏輯來說 今天一定聖古人 因為我們的空間 和時間 但加上古人的累積 我們應該可以超越 所以 《新西疾》 他曾經說過 我陷不見古人 亦陷不見我 這種氣派 我相信 我們應該 今天 不要一種 對於自己 有把握的傳承 而放棄 我說這個是 應該是文化的損失 今天 我在這裡 來向各位 專業的作家 或者艾文界的人 來講這個 這麼大的題目 實在 是好像八毛和虎一樣 我記得 蘇徹 蘇紫仁 即是蘇東坡 他十八歲 寫了一封信 上韓太偉 上書物書院 韓太偉書 他說 他見到歐陽室 那見 漢林 歐陽公 觀其 以論之畫別 看下他 這個容貌之秀毀 以門人 言是帝夫人 知天下 然後之天下之文章 最乎此也 我今天 在這裡 向各位作家 以及艾文界的先進來講 我也都可以講 然後之海外之文章 最乎此也 我今天簡直是八毛和虎 不過不要緊 有個位先進 加上會長和蘇教授 這些 真心的人 如果我在八毛裡面 用那個斧頭 有什麼閃失的話 亦都有人可以跨到你 坐一臂 所以因此 我可以 應該 沒有了那隻貓子 都可以講下去 有些人 因為 癡癡癡癡 見到我 整天在這裡寫 又不空 我在 大學的時候 已經開始寫 因為過去窮 很多人以為我讀中文 我排讀中文 因為要脫窮 所以讀經濟 到我最後的時候 同友情 都是同友情 結果我又回去 來讀文學的 加上我自己本身 就是對中文的好 所以 一直到現在 我都沒有停過之分 這幾年來 今年 大家只看到我 我都沒有 因為 因為我覺得 大陸 經過斷層了五十年 這十年才是開放的 所以 因此 我爸的精神 集中在寫我的博客 我在大陸 有五個博客 其中我寫兩個給你的 一個簡體字 如果大家想看一看其他 我帶著一支卡片來 或者將大家有什麼問題 關於寫作的 可以大家來磋商 我是很願意 跟我們 艾文界的朋友結交 因為 為什麼呢 經過簡體字的對變 很多中國文化 以至到歷史 而到我們的傳承 所有文化的傳承 是中斷了很多 現在再恢復的時候 我們海外 所謂賴失而求之野 我們的責任 對文化傳承是相當大的 因此 我去年 十二月 十四日 我最記得 在那裡開了五個網 但是其中一個網 就是給觀眾 所以我現在 在大陸四個網 在這裡一個網 所有整體字 還有簡體字 從去年開始 我就一個鳳凰網 已經超過八十萬人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 請許志遠三個字 放上去Google 或者百度 我就是講兩個就好了 你就看到 是超過一百、二百 那些網絡轉在網 所以我略有估計 應該有五千萬人看 我可以 所以我覺得 我晚年 將我所 不管是對外面的觀感好 時事好 思維好 以至到艾民好 我都是應該 作為一個文化 特別是海外 在大陸中段 這個時候 我們今天 使得大陸年輕的一代 可以看到海外人的思維是怎樣 這些就是我的開場白 我們一向來講話 或者我們寫書 前面有個介紹 剛才會長和蘇教授都介紹我 這些都是日美支持大家打的折扣 等我講完之後再評估一下 我們今天 講這個 如何寫就好不就 這一句話 夠善就有難過 可不可以 有方法寫 如果我說沒有的時候 好像潑爛水一樣 如果我說有的時候 那方法是什麼呢 是不是這句方法 就可以寫出好文章呢 我們知道 好文章 你看看古文官子 從左轉第一篇起 到清朝最後一篇 不過180篇 80篇 80篇 已經是包括從左轉到清朝 二三千年的時候 只有一百幾篇 所以好文章呢 不是多 好的著作不是多 所以寫的好文章 除了方法之外 當然有條件 那條件是什麼條件呢 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呢 來探討一下 五十年的寫作 和所涉立的 我向大家呢 來請益 做一個作家呢 和做一個詩人呢 是兩馬子的事 詩人呢 做一個詩人呢 應該呢 作家呢 應該功靈 勝於財情 所以這個作家呢 對於這個要件 和他的基礎呢 是應該給詩人 是重要講究的 詩人 寧革一道 一句話 足以傳染 一首詩可以足以傳染 但是呢 做一個作家呢 他影響力 啊 他那個 真知著覺 他一定是比 好通人呢 超過好多 他要寫小說 他壞呢 要看風人情細故呢 比壞人還要壞 那他才寫得 使得人咬牙齒齒 如果好的人 真真 令到你 失言得到震盪 你一定被好人減暴 你才能夠 所以詩詩又靠 寫道 寫道 這個 好 好人好到怎樣 怎樣被人欺負 等等 情節 都是要廣告的 所以因此 作家呢 是必然呢 是要 第一 他的功力呢 是要勝過財情 詩人呢 到了光浪財盡的時候呢 可以收賓 靈感無力 好像剛剛那樣 所謂實受之筆 到了萬元 他寫不到 那個 那個陪生 另外一萬支筆 退了我寫不出了 但是 作家呢 長寫長有 你何時可以使作家的傳言呢 除非他 腦癡癡症 或者失憶 他就寫不到 否則 以他的功力 如果他是 一會兒 我講的那些 要件 他能夠做到 他越老 越僵越難 我們看看世界上 很多很多 大文化 即使西方 比如 大家所了解的 西斯比爾 他寫十四韓詩 又可以 他寫歷史協 又可以 他寫歐爾朱賴 又可以 他寫很多很多 西斯比爾 King Lee 王子鳳仇記 很多人都看過 他真的 他為何會這麼多 因為他內容 所以 海明威寫老人浴海那個 寫到他自己 都悶的時候 他自己自殺 當然不希望 有些人自殺 很多作家自殺 都不知道為什麼 譬如 譬如 托爾斯泰 戰爭與和平 等等 都是年紀大 那個 歌德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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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懷德的法務》 那個大作家 那個大作家 估乎都九十幾歲 都是非常之通透人性 都是晚年 才有些 有些這樣的作品出來 即使我們中國《紅狼夢》 《四帝明珠》 《水虎傳》 《三國演義》 《金明虎》 這些都是晚年 他人情世故通透之後 看透了人情 才寫出來 那什麼叫做文章 下一個界定 文者文也 原來文字那個文 文也 是QC邊那個文 野獸女皮 甚至那些 中文不好 所以,文章是為甚麼呢? 文心雕龍就是這樣說 文心雕龍是為甚麼呢? 聖言的書詞,總稱文章 凡是聖言說的話,書寫的詞 所寫的詞,詞不是單字 所寫的詞詞、詞句 總稱文章,就叫做文章 原則,除了聖言之外 其他都不說文章了嗎? 各位,這些就是民意再度 這個一個黑板式的概念 是使過有這樣的觀念 實際不是聖言都可以寫文章 譬如老套、冤婦、淮春少女、出政的精夫 甚至到圖繞輩、其他 這個法治、志情、志性的那幾句話 難道不是足以減人前逐萬世的好文章嗎? 很簡單,我們可以舉例 譬如這個,京阿慈秦 公子江送到他的液水 風燒燒賴,液水海 《藏士一去鞋不浮》 這些是一種既瘡糧、既悲壯 我們公子江看著他 《逃也不回》 《絕塵而去》 這種的氣概呢 是真是很難得有這樣的志情的文章 雖然是幾句話 譬如陳之王出游 有三個人,大家知道 陳昇吾說這個揭桿而起 他一看到陳之王出入 這麼大的陣仗 他在做田人 在千百姓的田基 那些人看到他在嘆氣 他說,你嘆什麼氣? 唉,那個燕尺,喜之紅、菊子 他就看到陳之王 這個陳之王,對於這麼暴力 有一天,我應該有一個志向 如何消滅他 另外一個楚行儀 他又在人的閣上看 他一看到之後 他說,讓我取義袋子 這句法則心聲的 我可以代代他的 第三個呢,漢高仲 漢高仲是一個庭長 即是等於現在 我們所謂 在大陸 那些小隊長 什麼什麼公社的小隊長 是管十幾人 雖然被送逃狡輩之旅 但是都很接近 流你流氣 漢高仲 大丈夫該當如是也 大丈夫應該是這樣 這些都是能夠發自心聲 一種志情的表現 就是很難做 到漢高仲後 做了漢高仲 但是他唯一的就是 大風崗 大風起鞋 雲飛越 安得猛是下 首四方 這些都是很自然的 一種法出 都是很紅色的 我們說這些都不是聖言 但是民心雕露有一句話 第三句 非彩儀河 聖言書詞 總稱文章 非彩儀河 如果不是彩有文彩的話 是甚麼呢 所謂的重點在文彩的彩節 非彩儀河 在彩節 但是各位 這個呢 只是他打一個文章 講出來的要點 重要呢 他還在民心雕露還講一句 他說 則是 則姓文則野 有文有則 所以民心雕露說 文則斑斑延後君子 就是 文在文置 呢 則是什麼 是內容 文章的質地 說到我們寫詞的時候 營則斑斑 營 crab 就是結智 則在你的環筆 所以在文章裡說 則是內容的 文則次之 這個是講書法 則姓文則野 文姓則 則史 什麼叫做史 不是歷史的意思 歷史是什麼呢 是講廟堂 是一種有債道的 例如詔書 其他的廟堂 或者是官場所寫的東西 有一種看債的東西 就叫做史 他說如果文采超過這個 如果勝過這個內容 則是廟堂的東西 就算是廟堂的東西 就算是廟堂的東西 則姓文則野 如果內容很好 但是文采不教的話 則野是很粗粗的東西 野 即是野史那個野 是很粗粗的東西 所以文則繃繃 說文則是兩個相配 呢 sociales 鈍鈍也就是相配 而是雙達頁章 不是一個文正式 則史就是文真 Amber 是兩個相配的 文則相配的 文則相配的 鈍鈍沿後 文則相配的 能夠禮儀舟舟,詩詩文文的那些君子 因為這個《文心丁龍》是完全講文章的 君子是什麼? 君子是子依至善的意思 所以文則斑斑,然後子依至善 你才是好文章 是智文章最好的文章 子依至善的文章 我講到這裏就很好笑 台灣有一個資證 他就彭文字學和陳水扁寫過 那些包容令,寫什麼什麼令 總統好出那些關於文告等等 這些是他寫的 舊時都沒有人做過資證 資證是一個國家執勞,決定政策 是一個總統府裏面最高級的 除了總統、副總統 就應該是資證最大的 然後是國策顧問 武人那邊有參軍獎 有另外的武邊 一萬邊的資證最大的 舊時哪些人做過行政策 據免他叫做癌尊狗 做到資證 他有一次呢 因為廣東大佬 有一個叫徐坑 我知道是副總統的那個導師 就是副總統的那個導師 夫人大學頒個博士給他 當然有本書介紹他 這個大尊狗的《自報法》 還放我給他寫這個歷歷 給他寫一種註詞 他就說徐坑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君子 是很斯文的 很有風度 唉 我一看到 我說 徐坑 我說這個人根本不懂讀書 不是啊 他做資證 我說是 我解釋給他 這個文質彬彬年頭君子 不是說你的風度偏偏 是說文章 做資證都搞成這樣 所謂陳水冤的確帶他入教育 就是那時候 我他都不請 請他做 內容是說色見的 我們所謂行千里路 讀完卷說 大家要說 我讀萬卷書不是很簡單 是萬卷 你數一下 我家裡讀三本書都很難 但是舊時的書 不是像現在的書 因為有紙張之後 漢朝之後 有紙張之後 就變了 很多書 譬如論語 分很多卷 萬字分很多卷 左轉很多卷 很多卷 有些詩人自作 詩集很多卷 很多卷 他因為用竹來做 在紙之章之前 所以舊時 藏書是鬼族的 今天呢 你很容易買到書 所以各位 最好賣書 賣書最好呢 賣書最好呢 是增加你的兩領 我們什麼都不要找人分 買書就真的找人分 人家一生的著作 可能就是那個薄薄的機構 你幾個鐘頭消化了 何樂而不為 所以呢 說的話 我不買書 我真是 我記住不買書 那張桌子大 就不得了 我工作室 只關一點點不多 因為第一 我退休之後 就沒有人理我 然後叫我太太 我們千萬不要動我 我騙子穿字的 我都要留分 所以搞到現在呢 我寫的 是只剩一點點那麼多 很多書 有些人去那幾次 整個土土底 二百 二十 成一百尺 全部的 那些書架 還有二樓 地下 那些大巨頭的 都有很多書 有些都不想跪 有些買了番茄蛋 給他上去 所以我看書 真的 中國五千年 寒牛衝動 你讀之不準 讀之不準 這個真好書 讀漫段書不是 行千里路 現在更加容易 我們行千里路 可以看到天下明山羞水 開屋胸襟 慢慢來見到我 這些之後 你行的時候 或者你將那些 收入自己 譬如陳茗小姐 我們梁主席等等 皇下的人 他有所謂 我在家 我可以 生中自有 陳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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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一張紙 我知道 因為我行千里路 我看過天山羞水 那些不能打從我 在那裡 畫 或者是攝影 你一看 馬上有個形象 在你的腦海 所以你的意象 已經在那裡 但是作家不是 作家有本書在那裡 如果本書好的 詞句好的 你之後 能夠經過文字 透過你的思維 轉變成一個形象 你才可以 感受到 那個是什麼 所以作家的功能 最重要 把你所 做結晶的形象 能夠 事事 寫出來 曲曲全實 所以我們叫做 文曲聲 那支筆是一支 曲筆真好 直筆就沒有用了 直筆呢 你就不能寫得那麼好 你寫歷史可以 直筆 但是你寫文藝 文章其他東西 一定要曲筆 曲筆是什麼呢 秒秒到來 直到你的心底 所以拿破崙說 我們見不到的地方 我們知筆可以到 為什麼 就是人的心底 可以曲曲到來 曲曲到來 曲曲到來 就是把意象解釋到來 內容呢 是很重要的 內容是靠釋見 你除了行千里路之外 你們讀萬卷書 萬卷書裡面 不是真的有 書中自有皇宮 金屋有麥如玉 就是那些封建時代 是希望你讀書 能夠考取功名 因為那時候 你當一個閘門出事 一定要 要向官場走 所以知識 是一種每個人 是自己可以收入 所以我有時候 我有個行章 葉君佐同懷 我喜慰功名 只讀書 我們今天讀的書 是為自己 只要問到直死可以 我滿足自己 我特別要滿足人 如果要滿足人 要全世的話 我就練好自己的色情 自己的文才 所以作家的負責任務 一方面是自我滿足人 另外一方面 使作家的功能 能夠發揮 這當然是全世的 是最好的 因為你能夠博 所以你能夠有真之削結 你讀一個人的書 你未必這個是真之削結 所以文子說 你盡信事 不如無所 你有真之削結的人 你應該撥欄 看看別人是怎樣說的 不但撥欄 可以使你真之削結增加 最低限度 你的色見會開闊 如果你想寫好文章 如果你的內容不行 你更好的文章 文 性質則是 你根本是鋪牌 你根本沒有把這個好的內容 能夠建立起來 所以因此 這個鋪牌 是我們基礎 是最重要的第一 第二 第二 我的經驗 未必是對 是正背 背 背就是背 背就是背 背就是從肉 一個胖 一個肉 就是我們從頸 前面的身軀 後面 到四肢之上 這叫背 背就是背 那時候叫做背仲 不是叫做背書 背仲是甚麼呢 我調轉 我可以離開背書 我可以背出來 叫做背仲 後日 約定俗成 叫做背書 背就是本書 現在的人 蒼蠍太多 背書 要說出聲音了 所以背就是背 前面加個口 這些現代的人 就不知所謂 尤其是大陸 這種簡體字 挖心去去眼 這些都搞到中國的律書 所有這些基礎的東西 變成無盡 很難 這些是文化之適 欲望其國 先忘其史 你現在叫做小孩 去看 中學生去看 去看一本夜視史 你看他看不看 他看不見 他欲望其國 先忘其史 文字一定要自然產生,一定要自然的生長 文字是變化的,還夾不到中丁文,小傳,大傳,大宣,政界 很多人說凡體,中國哪有凡體? 到了政界的時候,我們叫做政體傳 因為大陸的國是凡體,你就是凡體,我選你凡,那個凡字已經夠凡 這些就是一分之為之的,這些是宣傳 所以我時事不暇的,我中國很凡體字,是有政體字 所以希望大家作家也記得 我們現在這一代人不說,哪一代人不說? 是嗎?你在中間傳承,你是中層,因為斷了層那麼久 所以我們是一個傳承的責任,特別是作家 我看來,我這麼詳細,一直說很難說得完 好的,政背呢,背書,我背書很厲害,為甚麼呢? 因為我媽媽不認識字,我二年級學前句呢 因為我家裡的人叫做耕獨世家 大家都不知道,在城市的時候 我這個媽仔也知道 家裡耕田,媽媽主理,出去做事讀書 爸爸主理,所以我媽媽不認識字 我媽媽現在在生百多歲了,我也七八八五了 我們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爸爸出去,我會傳他寫信 講他的家裡怎樣的情形,講給家父聽 家父呢,他很心機,因為是靠我嘛 媽媽不認識字,靠你的兒子,兒子導致 現在寫信給你,不認識那些字很白 他就替你填,你寫的句語不好,他就替你改 所以我呢,得先父呢,這種的疑音呢,很多 當時呢,就剛剛呢,從那些什麼呢 從那些師叔轉去小學 那些師叔呢,那些遺老的秀才呢 就過來小學教 是,ages的白學,找你 ёK 所以他一路三年級你他來讀這樣想呀 他就是救大便 所以我從三年級開始練股 開始是錢的了 遊蜀來啊、夜燕、奔トリ crea 《方圓罪》、《進學解》、《白樂》、《雜說上下》 這些很前年,你一下子就讀了 讀完不懂什麼,教你認字 認字你去背書,最重要是背,那就背,不懂 四年級就進一步了,教入記了 例如《黃光竹樓記》、《岳融樓記》、《醉雍鼎記》、《什麼記》 五年級就開始教一些比較長篇 《製織領治郎文》、《巡視錄》等等 到了六年級就教什麼呢?教那些輿論的東西、儀理的東西 《別耕雲》、《左轉》等等 那些比較深厚的講義理 當時都是不懂的,不是懂的 但是呢,你不懂你會背,是很重要的 我從三年級到六年級,我可以背一百篇,背出來的 所以呢,如果是真是… 現在這個就很難說,現在這個時候沒那麼多 那就可以征背 就是那些很簡潔的那些,那些好具的 你都背,你都背,是很有益的 你當時未必懂的 但是你過藥乾的時候的時候 你突然間開朗 你慢慢就消化了,你就懂了 所以呢,因此這個征背呢 你能夠記得你一生受用不在 這兩個都是基礎來的 這個呢,是還不重要 最重要,當時我講的 內容呢,你寫好文章 有什麼條件呢 現在最重要,講條件 我們將它濃縮成,叫做要件 要件呢,好具就有練答 什麼叫練答呢 練答呢,就是練字 就是練習那個詞的意思 譬如我們,好像一個人那樣 有些罪用,我們試試他的罪用 文字呢,有雍文 你試試他的雍文 你自然就會好 他當然是怕他瘦硬 所以說練,練 不影響他答 因為你講每個文字呢 是講形象嘛 你將那個形象 然後送到你的思維裡 成為一種形象 一種意象 你才可以傳達你的意象 所以答是最重要 那個落點在答,不是在解的 你削他的那個 那個雍文 使得他好像人那樣 軍運 這個軍運 就好了 好像我們那樣 一面又鬆弛了 肚腩又大 那就不健康 人態都不健康 你好像是蘇九仇那樣的健康 好像玉維中博士那樣 好像玉士龍鋒那樣 我們站起來就敗了 文章人 要軍運 有骨有餘 他人的精神 這樣才是 所以他 樂點在答字裏面 是他的意象 答是一種 好像明珠宅見那樣 你突然間看到好具的時候 因為好具 文章之中沒有好具 你不行 平面無企 你不行 明珠一定有好具 你等兒子失馬仔唱歌 他未必會最好 你看他唱 請問 大家有沒有 懂不懂唱 這個骨歸 哭墳那裏 他有幾句 答別 你的人唱到 那是他唱到 那你記得這些幾句 好具是練習 是練習 歐陽森和他都會 在這裏講文章 我問你們 有 有一隻 一隻 飛來的馬 飛跑的馬 在路上 踏死一隻狗 你們用幾句字呢 可以 將 它的意象形容出來的 有一匹馬 飛奔而來 在路上 踏死一隻狗 十六個字 有個門人 很聰明 寫到八個字 最聰明的寫到八個字 歐陽森 如果好像你們那樣寫文章 夜四時 要寫幾殺人 他六個字 日馬殺險 日馬殺險 伊道 日馬殺險 伊道 有馬 有馬 有馬飛奔的形狀 有狗 有道 有地點 有殺 有殺 殺了他 踏死了他 六個字 日馬殺險 伊道 他能夠將它的意象很清晰出來 如果這樣說法 那是不是 選就可以呢 不是的 所以我說連答 答 他下什麼的答字 又說一些歐陽森 歐陽森 譬如 醉雍廷的 還取 那個醉雍廷的 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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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 老兄 樊森 女子 還取 還取 因此 郭浩 本廷記的也字幾十個 他原來文字之中除了達之外 還有一種封實 這就是我獨得之悲的 文章是有封實的 你感覺不到的 你不可以傳言的 是意會的 譬如你們說譚國俊 最出名的兩句 落下而孤母柴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 落下孤母柴飛就可以了 意志是不是雍雁 秋水共長天一色 共者就可以了 秋水長天一色就可以了 但是你沒有了意志和共戰 它的回環跌蕩 能夠使得這句話 風神突出 小許多 變成什麼 叫做壽額 文章不可壽額 所以我們看李白寫 春龍里方圓墜 第一個字 扶天地者 天地者 就是扶字 什麼意思 他原來在座語詞 帶起一句 扶天地者 風神 大舉,另外一種風格,所謂物質是怕受難,不是選擇,而是選擇得來就要大,不失風失,這樣才能夠舉。 其他人說,總理為足,大家都知道孫中山的總理為足,寫得多好,真是長字氛圍,一字都不易,你不能夠減他一個字,你不能夠多一個字。 你看那個秦厚園,寫那個長公外祟,自而觸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愛而觸發以來,那個字就是動文,如果你有字,以來就不用,即追隨國文革命,你一出生就追隨,追隨總理革命,又無事不甚麼無日不甚麼。 一篇這樣的文字,這個人的位置,他任何書都可以不看你,但他的位置還要看 這個巡口如這樣的文字,我一看到,哎呀,我自己在文句裏面都發覺,十幾二十個錯,我刪了他的文字,刪了十幾個 一篇百兩字的文字,哪個寫那麼多,寫的遺囑那麼多,又說宗教的東西,一個政治領袖不需要說宗教,都不重要,無窟無桌,這些都不重要,等恩奉子 我當時打的電話給鄭炎芬,總部被施掌,他不在,他的文章,董世芳聽,我說這些民族呢,這些遺囑呢,好拿命的 他說,我發覺他十幾個錯,文字不通,那他說我也知道,我說我想問,蔣夫人有沒有簽了,簽了,他說你不要說啊,你不要說啊,這些也是,所以呢,我們呢,不要相信你,不要相信你,不要相信你, 陳巧兒,副被施掌,被施掌不在那裏,陳巧兒說,寫得這樣的男人,誰還記得男人呢,所以呢,是蔣先生一個最大的決定 千萬不要看不懂,我事實說,我事實說,藝民的事,時間是最後的裁判,我們有志氣的作家,應該是什麼呢,向時間交接, 不是在時間交結 不是在軸勢交結 老實說 現在很多作家是市場作家 市場作家是什麼 浩摩 吹牛 吹捧 那這些作家有什麼呢 這些逢是市場的東西 都是融軸的 所以我們做得作家 你要抵得寂寞 所以大家自己看 千萬不要做作家 時間要不要搞 我已經盡量了 都說了出來 不停了 第二 奇距是出意 奇距出意 例如春風遊樂江南 大家都知道 春風遊樂江南 當時黃經鋒寫這個字 是春風遊樂江南 春風遊樂江南 遊樂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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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距什麼叫奇距 要出意 如果被人想到那個就不是奇距 是要出意的 《紅杏之後春意鬧》 《鬧》字是一個負面的字 什麼鬧都沒有 唯獨是紅杏之後 在春天的時候 大家熱開放 百花開放 你好像看到他爭田鬧壞 一鬧 境界前春 比如 舵虎寫的前誠 誠相似 你別看他 第一 第二句就是經濟 你好像驅見其人 如問其聲 誠相池塘 何處尋 那邊問 問一問 那個答 誠感官城 還客客深深 你好像見到一個人 來問 一個人 便在答他 即是如見其人 如問其聲 所以這個棋句是很重要的 你能夠傳一個棋棋就很重要 有棋棋就更好那篇文章生息不少 真的好像明珠炸焰 光芒亂光 你稱之為聖星馬 他用電詞 用到你都沒辦法給他感受 沉沉澱澱冷冷清清 淡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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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記得有個老師 是媽媽夫婦的 他讀這幾字當然就好 後來聖星馬是一張代表 一拍張就說 哎呀真好啊 你們大家回去研究吧 都不用問你說 好在哪裏才行 所以後來拿我研究詞 這個聖星馬 為何以後那個人敢用電詞 只有他讀書一次 他原來呢 是奇得不得力的 我經過這麼多年的思考 稍微解釋一下 沉沉了 我們不見到東西 去尋一下他 去尋一下他 不覺得有什麼重要 不覺得的話 立刻不見了 寧寧 你沉沉一下 真的找不到 你有些焦急了嗎 寧寧 去深一層 冷冷清清 天氣冷冷 天氣冷 沒什麼問題 到你感覺很清 冷冷清不清 你覺得自己是一種 很孤獨 很冷 慢慢地 發覺清 清又被冷 內心的感覺 又濕了層 淒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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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淒 淒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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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同為國人,在生中有戚戚戚 所以轉於身,所以很久 很多奇句,譬如范鳳英貌走入仇場,化俗相消 走入仇場,化俗相消 當然是仇,仇到說不出聲 連傷絲淚也流出來 有一個人更好 又長,耳斷,無由醉 我這條腸斷了,你走都未到 你都沒有人到我這條腸 又長,耳斷,無由醉 我上醉都不可以 你說它是高一層 所以奇句呢,是出意 走未到,耳成淚 我這條腸斷了,我都不用醉了 你說這條腸斷了 你說這條腸斷了,怎麼可以想到這樣呢 所以古人那些,真的很像明朱寨 還有一個,譬如 我有一個人,很大的 他說,如今,我將,到時我衝口不出 如今,什麼什麼將出生 他說,我呢,就快離開了 如今,什麼什麼,就是我將出生 他不講前世 我就快過去了 凡君為作掛凡 他跟他太太說,麻煩你 我關節,關節的凡數 我快點去吧 他不用出生,用前世 用前世,是用出生 好像出海公 我以慶舟,將出生 沒錯,我以慶舟 所以老人呢,有時候老一老 就殺了一個馬上 那麼,都是可以醫得回來的 我將,慶舟,將出生 凡君為作掛凡 難怪你掛凡 我快點去吧 很溫柔,很敦厚 這些人出奇 奇句 真是講之不盡 因為呢,我所涉及到這些 這些事情是好多 街上再起 好的文章都一定有戲 好像人家白亂 如果不是的話 私居而棄 你望望,你站也站不穩 你哪有精神 好像我今天講講講 這麼精神 而且作法都不會睡 我跟蘇交手講 我一看過這些,我就很精神 多少個精力都集中在 或者我講完了之後 然後我趴在那裡 因為我作案真的沒有睡 老人家有心事 啊,就是乖 明天要跟那些作家說話 我怎麼煩 吃一半粒丸 那時候我吃半粒丸 我就 九點半粒丸 九點半鐘呢 以為早點睡覺 明天早點給精神講 第二呢 又不睡 十點半粒丸 我又吃一半粒丸 我講的樣子都是一致的 沒有交付 吃一粒丸 都兩點半粒丸 都不睡 我死了 明天怎麼辦 去喝酒吧 其實喝酒 對於安眠陽都很逐忌 都不介意 結果又說不睡 所以呢 是不是呢 我將興州將出世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現在還行歸 街章在戲 那個戲好緊要 好像盲絡一樣 灌輸了 這個戲呢 是一個人的不看文章一定的 所以你看那個 那個 書籍上這個 這個 這個 詩文園 他怎麼說呢 太謂執事 切身不為文 以為文者 戲之所形 是戲的外表 有 言文不可以學而難 戲可以養而知 孟之若 我善養 不好而知 他答案都是這樣的 最好就是你的答案 就是成真 有時候呢 有些人呢 經常跟我爭執 我不是說 不喜歡跟別人 可以講理解 但是他都打橫打橫 我只能這樣 你回去讀多的書 真的 你除了這樣 你沒有辦法 其實那個固執好像得罪人 其實呢 人你沒有性見 你沒有真摺著鏡 的確很差 那些字文再成 譬如 陳誠表 出書表 這個審十字浪文 這些都是很好的文章 大家有機會可以看 我呢 就不講那麼多了 那 過程呢 命題 這幾個呢 就不太重要 所以我沒有問題 命題呢 很多人寫命題 小學生或者中學生 他才出的題目 你跟著的題目 他思路會出 我的老的作家呢 就是被命題 有個輪 有個輪廓就可以了 這個輪廓你想怎樣寫 寫到哪裏 或者有其他更好的 你會出現 因為你有識見的時候 寫到什麼 你會識見 然後呢 最後呢 另一個題目 初初的題目呢 是一個無辜的觀念 但是最後的時候 命題 因為命題 是很重要的 命題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講功夫 什麼功夫呢 你將前篇的內容 蓋補起來 有力的蓋補出來 能夠沒有為了 重要的 那個命題 很重要 所以報紙呢 總編輯 或者編輯 你看看你搞不搞功夫 你看看你寫的題目 那個命題呢 應該整個新聞 都不會看到 一手畫出來 那個重點最起碼 我的命題呢 多數有概念 打字 寫寫寫寫寫寫 所以最後的時候 一看一看 重點在哪裏 命題就是 第二講章法 古人章法 起承轉下 八古文呢 中間架當一席一帆 一帆一席 那就八點了 文章當然有起 有成 有轉結 中間就是別論 所以 以前開科取士 他一定要有個格式 大家不知道 他有個格式 你說東我 西我 你寫文言文 你寫法華文 你寫其他東西 所以他有一定的格式 所以科舉速落勝利 就是這樣 我剛才 我剛才 還罵了一句 政府 很重要 為何 我以後不說 古文 為何不說 金文 大家又知道 五四運動之後 我真的有 白話文 初初還有白話 後來 語體文 文 也有進步 講文 就是白文 因為初創 不論是主體文 也好 白話文也好 你都是初創 你不是經歷過 你怎麼敢 古文裡面 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精髓的事 你初創 到現在 或者會好些 但是 舊時那些 就的確這樣 就是初創 所以 你取法不下 就更下 取法不足 都可以 那你為何要向那些 初創的文字 初創的文字 去做 文化精緻 文學又精緻 所以呢 我不自信 這麼說 你現在都不行 他都沒有戲的 街零九歲 這裡講了一筆 你看看 香港的那個 陳文雄 都是大教授 寫那些東西 一句話 五六十個字 我都看不行 我們看書 看這麼多 都看不行 你叫那些 中學生奶 叫那些 普通一般老闆 叫那些 怎麼看一看 標點 我又不懂 這些 就是老闆 所以我 永遠不自張 那些人 看的名氣 我媽媽媽媽媽 自己也沒有本身 又賣物邏輯 賣物行 很多 將那些 不等了的文字 都放進去 你寫得清楚 就已經搞定了 你可以將它 融化為自己的東西 你這樣又找十人 第二 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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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意象 描寫很榮 你看很多郵寄描寫 我 因為描寫 你一定將意象傳給人 我就描寫 然後最後收藏 我這裏 這些 是一種 過程 差不多是一種 技法來的 前面那些 是讀 是本 下面那些 是 技 是本技的方法 所以我相信各位 又 這麼資深的 可以 可以 來 來 了解 我們不需要講 另外那個 文太 再講一講 文太 白話好 這個文太 實際 文太 是沒有地位 你用得 文章是分很壞的 沒有分文太 印兵生 文太 我去馬格 我有自己的風格 我問白兼爭 為什麼不可以 所以文太 沒什麼 文章 只有分 沒有分文 爆發文 或者什麼 如果你爆發文 寫得不好 你看胡錫芝 其他 什麼時候 就是初曆的行驚 但他當然有些文化 但他不能成為反智 使得我們所了解的 這個所謂的煉具煉達 好具煉達 其他出議 街章在戲 這些文化他白話文是沒有的 標點符合這些是從外國潛入 很多過去的老作家 我們只是有道點、頓點 現在也有很多 有些什麼文化 有些什麼什麼 有些人具等等 所以這些有外文基礎的人 標點不是食物 如果沒有外文基礎的人 看看現代的人 特別或者看看我的 標點符合是怎樣的 我覺得標點符合 一個專業作家很好笑 另外有一個大議極 我是十人大位 你不妨在原始巡詩畫 即巡詠書畫錄 我夢中有個文章十幾 你們看 或者你們看 在我的網 我暫停把我抄落 在深夜間 文章的白話 寄在哪裡 就自然給我 我今天在這裡 連張字仔 貓子都不見了 希望大家 對我這裡 這個 有所指教 也都對大家 花很多時間 我超細祝 各位告聚 多謝各位 謝謝